他就问早上Rafi 资源股还会炒吗? 他主要问三个就是石油石法股 就是157、883和386 可否受惠复苏呢? 当然整个资源板块 不要说是有 可能拉多一点 譬如铜、钢等资源类别板块 其实近期普遍是剩下一些 也记得上几个星期有说过 因为最主要是本身的看法 不是转差了 但是问题就是一来升幅很多只都很厉害 二来就资金面在板块上来说分散了 不是过往只是分一两个板块炒 现在多了很多不同的主题 很多炒股不炒市轮动的情况 所以只要本身如果基本面没有变得好 资金分薄了都比较难推动 而本身状证就是整个资源板块 因为价格升得这么多 其实过去这几星期听到内地 是有些声音想按一下价格 所以很多资源股都会即时进入 但是唯独是油股 就属于算是比较强的 因为我想最主要是油价 还是比较高 而本身几个油股 如果拉回到油价的升幅上看 几个都价格比较厚的 所以这一转来说它们是偏强一点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选 我觉得都是比较短线的操作 因为始终我觉得油价 还有没有很大升的空间 或者很长远的升势 我觉得是难一点的 但是短期来说博基这种油股 当然比较跟油直接关联度高的版面上可以有 如果以短期走势比较强的中石油 那么这两种 就是857和883 会是版法里面比较好一点的选择 偏上油一点的 是的 比较上油一点的 比较跟贴多一点的 而且以857的价格 也是有点破位的 我觉得以这两种来说 会是版法里面比较看得好一点的 不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